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家庭主妇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马来西亚人吃的早餐之一 其中一样就是这个金鸡米粉 就是炒这个米粉 里面是没有材料的就是这些豆芽 红萝卜丝或者放点菜心 或者有点包菜下去 就还有搭配一样就是这个炸菜咖喱 我们就会吃这个米粉 然后淋上一点咖喱菜 咖喱水下去 那咖喱菜里面就有这个包菜 还有这个豆腐波 海瓜 茄子 那我就有放了一点这个番茄下去 番茄就给它 解一个腻啊 没有那么腻 就还有这个菜豆 咖喱叶了 那今天的炸菜咖喱我就有放了这个 斑兰叶了 就那天有煮的那个糖水就有渗到 我就放下去一起煮了 好 那现在 就 看那个 米粉 米粉我这边是一包350克了 就给它蒸水 蒸大概是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就给它软了 那现在就来 先煮这个 咖喱料 好了 现在这个 我这个三巴辣椒也 开始滚咯 这边的分量大概是 10个汤匙啦 就我就先一次锅 做多点啦 就专拿来煮咖喱的 我就放它4汤匙 5 6 大概是这样子啦 7汤匙啦 咖喱粉 然后 咖喱叶 先给它 爆香啦 就以后要煮咖喱的话 就直接这边拿来煮就可以了 就不用每次都要准备咖喱 咖喱粉的 就很方便啦 因为上次我有做很多嘛 这个三巴辣椒 就之前我分享的那些咖喱的 菜肴 都是要煮咖喱的时候 才来炒这个 咖喱头 所以今天我就做多点啦 就这一碗就是 专拿来煮咖喱的啦 就是这样子一直炒啦 这个炒到来差不多那个米粉就可以了 那个 咖喱叶跟那个 咖喱粉的香味都出来了 好了 炒到差不多有 五分钟啦 小小我炒到五分钟左右啦 然后这个 斑蛋叶 也放下去啦 给它炒炒一下啦 给它炒炒一下啦 好了差不多可以了 看到吗 它颜色已经转圣色了 可以熄火了 可以熄火了 哇那个 斑蛋叶的香味 出来了 放这个斑蛋叶 煮咖喱它又有另外一个风味了 所以烹饪就是 这样子啦 千叶万花的 好了 可以放收上来啦 把这些收上来 我就留回 差不多是这样子啦 三汤匙啦 用来煮咖喱 好了 我这边就 准备一个 400克的水啦 开我 给它滚 看等下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再加水 包菜可以直接放下去啦 这些包菜 就是 给它大撇点不用紧啦 等下它滚了过后就 它会缩小了 就让它滚了 这个时候 还有这些 豆腐包 也放下去啦 这个也放下去啦 这个等下我们 等多一下才放 开大火给它滚了 400克 好像有点不够啊 我再加多 200克啦 600克的水啦 跟我上次煮那个 咖喱面 咖喱面的水也是600克 就给它滚了 其实就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煮法的啦 就让它滚了 滚了差不多有 三分钟啊 我们就把这个 番茄 放下去给它滚了 等下我们才来调味了 把盖子盖起来 灌去中小火 然后看过来这边 我们来炸那个 海瓜 还有 菜豆 好了有点热了 先来炸这个 茄子啦 我去锅一锅油啊 这个茄子我是拿来 切滚到形啦 油滚了开大我去炸它啦 炸它差不多 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菜豆也锅一锅油啦 然后这个菜豆也锅一锅油啦 如果想要吃健康一点的 这个矮瓜可以拿去蒸啦 如果这个菜豆拿去烫水都可以 但是一般上在外面我们吃的那种 都是拿去锅油拿去炸的啦 就比较快 放上去它的颜色就比较美了 这个锅油 这个锅一锅就可以了 等下那个咖喱好了我们就 放上去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啦 好啦 现在又看回来这边咯 就先来调个味啊 酱油 酱油 也是放这样子 2汤匙 它这个的分量就是跟我们喝汤的那个汤匙是 差不多是一样的 然后盐 盐我就放 这次我就放少一点啦 这样子 半匙 可以啦 然后就可以放椰浆了 椰浆我这边是 200克 200克我就先放它一半 差不多也是跟那个咖喱面这样子啦 先放它100克啦 这个椰浆我有放过冰箱 这个 给它滚一下没有关系 今天我就 来放这个 淡奶 放点淡奶下去 它的颜色会更加漂亮 它的味道 会有点不同 差不多可以啦看到吗 它颜色都很漂亮啦 好啦细火啦 刚才 放的材料 忘记 没有拍到 就是这样简单啦 就刚才那边 就放的椰浆过后全部就是 这个就倒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细火就可以了 味道是ok了的啦 两汤匙这个酱油跟 半汤匙的盐 看到吗它颜色都 很漂亮那个味道 如果有吃菇粉的 可以放一点菇粉 就调味啦 提提味 不要这些油 等下它会浮上来的 我会把它撇掉啦 好啦就是这么简单啦 就把它盖上来 就现在就来炒个米粉啦 好啦这个米粉 也ok了 够软了 就把它捞上来吧 就把它捞上来吧 好啦我们来开火 就给它一点点油就好了 不要太多油了 就炒一炒这个 红萝卜啦 如果是有 放青菜呀菜鱼筋或者那个 包菜 可以放进去炒一下啦 因为这个是新鸡米粉嘛 所以就 没有太多的那些料啦 炒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姜油呢 我就放大概是 是汤匙的分量啦 给它爆香一下 水 水 水的分量 我放它 400克啦 400克啦 韩咸鸡 4-5 米粉 3-5 米粉 5-5 米粉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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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米粉 2-5 米粉 然後黑醬油 黑醬油放下去 適量啦 就隨大家的喜好 滾啦 我們就 下豆芽了 豆芽其實可以 後面才下都可以啦 又或者 豆芽給他 這樣子燙一燙熟喔 先把它撈上來 都可以 有些人的做法就是 他會先 燙熟那個豆芽 鋪上那個米粉上面 先撈上來 這個時候先讓它滾 我們才放一碗再炒 可以下蘭米粉 就可以給它燜了 還可以再黑一點啦 還可以再黑一點啦 這個 其實是很隨意的啦 就看大家是要 是黑呢還是要 比較白的 這個時候就要讓它滾了 如果這個時候那個豆芽 不撈上來喔 你炒到最後那個豆芽就全部小條條了 看到嗎 它等下 滾得來那個米粉 就 慢慢開始軟的啦 如果有點青菜那個菜芯的話 它的顏色會比較美啦 因為菜芯我就用完了沒有準備到 又給它燜到那個水 乾了 那個米粉就OK了 我就不要吃那麼黑啦 這個顏色就OK啦 350克的 米粉 蒸出來就是這樣子了 然後水我是放 400克 剛剛好了400克 但是也要看 我們買到怎麼樣的米粉啦 因為有些米粉就比較吃水一點 差不多了喔看到嗎 水也差不多開始乾了 這個時候 這個豆芽可以放下去了 還沒看到很多 差不多好了啦 差不多好多了 真的嗎 差不多好了 好嗎 差不多了 就这样炒它了 好了可以熄火了 这个时候放点麻油下去 把油放下去就香香了 又是这么简单 马来西亚人吃的早餐之一 这个金鸡米粉完成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开餐了 这什么呢 咖喱米粉 咖喱淋米粉 你看狗狗 哇一只瓶咖喱水 我还要咖喱水了 我还要咖喱水了 我想拆开咖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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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通知了 你讲拜拜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还没有订阅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当我有影片上讲的时候 它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觉得好的话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素食就是这么简单 感恩有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